嘿 大家好 我是鳳凰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男士是不是跟我一樣 每一次一剪完頭髮回來 家人或是同學總會跟你說 因為我還記得在我小時候啊 每次我剪完瀏海回來 就是修剪瀏海 然後每一次我家人都會跟我講說 沒有啊 看...怎麼都看不出來 沒有啦 我有剪頭髮啊 看不出來嗎 瀏海有變啊 沒有啊 還是一樣 喔呦 欸 爺爺 你看我剪頭髮 你什麼時候剪的 怎麼看不出來啊 一點都看不出來 有啦 你怎麼看奶奶一樣 我剪啦 喔呦 對 每一次我家人都會這樣問我 而且我剪啦 瀏海就有變啊 你沒發現瀏海有變嗎 瀏海變得多啊 然後其實每次剪完頭髮 我自己的角度來看 我是感覺差很多啊 但是說實話啊 我其實從來沒有用第三者的角度來看 說自己剪完頭髮之後的差別 所以今天呢 我就打算去剪頭髮 然後再來拍個影片 看我頭髮到底是不是跟家人說的一樣 完全沒有變 對 沒錯 廢話不多說 直接去剪頭髮吧 對 我剪完頭髮了 我頭髮有變嗎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覺得頭髮有沒有變 欸 小玉 我頭髮有變嗎 我有沒有變比較帥 變胖 林辰 我頭髮有沒有很帥 D妹 我頭髮有沒有很帥 嗯 還可以啦 欸 聖姊 我頭髮有沒有很帥 嗯 還滿帥的 我是覺得跟原本的有差啦 或者是說 呃 你有體重嗎 我是說 我胖喔 肥我肥我肥 我是覺得啦 在網上很多人的人都會說 男生剪頭髮前跟剪頭髮後都不會差很多 但是其實 以我自己身為男生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 其實剪髮剪剪髮後 對我自己來說還是感覺差很多的 等於像是我現在的感覺就是 變呆了 對 嘖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點個喜歡 並點分享 然後如果想要騎這種動態 追蹤我頻道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你們也可以上我的Facebook粉專 跟我Instagram來追蹤我 各位觀眾我是鳳凰 掰掰 欸小鈺你要搬家了喔 誰愛了 嘿嘿嘿